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我們有開始今天的色經網上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整年充滿,這段時間我們都講到如何心靈得醫治 然後今天是第七點的,常以神為樂,喜樂的心乃是良弱 即是我們想得醫治,就是我們時時以神為樂,經常都數算神的恩典,感激神 詩編37篇那裏講到就是以耶和和為樂,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以賽的書那裏就講到以耶和和為樂,神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即是神是很歡喜我們以祂為樂,這樣祂就會大大祝福我們 亦都會帶來喜樂,帶來醫治 所以我們之前講了如何心靈得醫治 我們講的第一點就是深信神很愛我們,以及想祝福我們 第二,深信神叫我們變得寶貴,我們個個都在神眼中是寶貴 因為現在聽這個信息的人,每一個都是寶貴的,即是我們個個都可以 大大被神提升的 不要讓任何的一個意念 任何的擔心憂慮難阻我們生命被提升 我們個個都可以的,當然我們需要受訓練 但是在這個受訓練過程都可以去踏出 比如我說到在網上分享 不用想到很難很難的分享的,我們錄音 然後你傳給我,或者自己放上網,都是可以 就是頗容易做得到的 但是當然我們錄音那些盡量精簡 to the point,就是說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就不要說一些 不重要的細節 有時候我們在這裡的分享,我也發覺 有些人說了很多其他的東西,即是不重要的細節 變成分散了那個主要我們想分享的東西 我們學習講說話,to the point 就是說想表達什麼,我們就清楚表達那樣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和提升 當神見到我們有這個心的時候 祂就會比我們恩賜做得更加好的 那如果你想學怎樣做呢,你可以在這個群組那裡發出訊息 說我想學怎樣做 好,跟著第三點呢,就是深信神會恥恩給愛祂的人 當祂愛祂遵同祂,神一定祝福的 那第四呢,就是回到受傷害的情境,釋放自己了 那第五呢,就是從任何經歷都看到神給自己的祝福 就算是一些不好的經歷,其實神也使用來祝福我們 那第五呢,就是從任何經歷都看到神給自己的祝福 就算是一些不好的經歷,其實神也使用來祝福我們 是叫我們在這個過程成長,更加依靠神 那第六呢,就是體率和謠說傷害我們的人 因為很多時候人就成為我們的難助 那昨天呢,就有一個人呢,我在這裡想回應一下 因為有一個人,他問我的問題,是關於昨天所說的 他說呢,有一個人是我的親人,內宗就要見到他的了 他呢,整天都會說的說話令到我,令到他不舒服,不開心 令到他,總之是有煩惱啊,就令到他很難去饒恕啊 他說,怎樣去饒恕呢? 他是一個這麼不好的人,就是應該神去管教懲罰 為什麼我去饒恕他呢? 那我在這裡呢,就去回應他,我昨天已經用文字回應了他的了 就是,其實我們饒恕他,不代表他們是得到謝罪的 除非他們肯,他們信靠耶穌做救主而已 如果不是呢,他們是不會得到神的祝福 我們饒恕他,不代表他們是得福的,只是說呢 在我們來說,我們不讓任何的我們兩個人的關係影響 我們可以幫這個人回轉 因為我們饒恕他呢,就可以幫他回轉 另一方面呢,我們饒恕他呢 就是釋放我們自己脫離這個罪啊 因為我們如果不饒恕人呢,天父都不饒恕我們 這個是我們的罪來的,我們是需要悔改的 所以呢,這個一方面釋放我們自己 第二呢,就讓我們能夠跟他有更好的關係 我們呢,就可以去幫助他 幫助他更新改變 而很重要一點呢,就是其實全世界的人都有罪 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我們都是得罪神很多次的 那麼耶穌有講的一個比喻,在馬太十八章那裡講到 就是他說有個人呢 欠了一個主人一千萬兩銀子,是很多,他永遠都還不完的 那麼,他就去,就是那個主人就要把他和他的子女啊 和他的妻子啊,全部拿去捉去做奴隸啊 捉去坐牢啊 那麼他呢,就要求這個主人,那個主人動了慈心就放了他 怎麽知道他出去,見到一個人欠他十兩銀子呢 他呢,就把這個人抓去坐牢 那麼,見到的人就覺得很不開心 就告訴那個主人,那個主人就叫他回來 然後呢,就說我 我免了你一千萬兩銀子的債,那麼多的債 但是人家欠你十兩銀子,你就要抓去坐牢 那麼呢,然後你就把這個人呢,就抓去坐牢了 那就是說呢,告訴我們聽就是說 神,其實我們欠神的債是很多很多的 我們欠神是很多的,因為我們每天都有犯罪得罪神 我們每天都沒有感恩,神給我們很多恩典 我們生命每一件事都是神給的 而這個人呢,他人得罪我們,他不會每天都得罪我們 他有些時候得罪我們 是遠遠不及我們得罪神的份量的 那麼,神都赦免我們這麼多的罪 為什麼我們不去搖恕其他人呢 那麼,這個第一個要點 第二個要點呢,就是說 我們說,當我們不搖恕人的時候 神是可以追討的,所以我們真的千萬不要 因為人家的罪 不值得因為人的罪而失去了 神給我們的福氣,神給我們這麼多福氣 我們不值得因為這個人 這個人如果有這麼多問題 我不值得因為他而失去了神的福氣 我根本是,這個人我只是想到他多可憐 昨天說到這個人說到他怎樣 經常都針對他 那麼,其實這個針對他的人是很可憐的 是很慘的 所以我們就連吻他,希望他得到神的赦罪 得到神的拯救 而事實上,每一個得到神拯救的人 其實都是罪人 每一個都是罪人 那麼,所以我們就不要覺得 只是他的罪是更加大 因為他針對我們 我們就覺得他的罪特別大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有很多的罪 那麼,所以我們就說 神都赦免我們這麼多 神就是憐憫人 全世界的人都是充滿罪惡的 神都赦免他們 神就是去拯救憐憫犯罪的人 那麼,我們耶穌就是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那麼,所以我們就知道神這麼大的恩典 我們就說 這個人其實很慘又很可憐 他又以為自己很厲害 其實他是很慘的 因為他呢 他經常這樣得罪人 他要受神很重的懲罰 那麼,我們就希望他不用受這個重的刑罰 我們就希望幫助到他去真心悔改 真心去承認他的罪 那麼,他就會得到神的祝福 這個是神的心意 神就歡喜了 救一個罪人 神是歡喜的 那麼,所以我們看到他這個人 如果經常都搞我們的 我們就說,心裡面就說了 其實這個人有很多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不要緊要 他不能夠拿走神給我的恩典福氣的 我不用介意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他不能夠拿走神給我的恩典的 那麼,他說什麼 只是停留在空氣 一秒鐘都不夠 我不用介意的 那麼,其實越大的罪人 我們就越說 他經常都是這樣的 有什麼所謂啊 其實他永遠都是這樣的狀況 永遠都是一個很淒涼的狀況 是經常都在罪中的捆綁的 那麼,其實這個人是很慘的 我何必因為他而失去神的恩典呢 他也都這個人都很難改的 我們就接受他是這樣的 只是盼望 能夠有一天 我們對他的好的態度 或者會改變他 讓他不要再是這樣針對人 還有,最重要就是他會肯悔改順著 如果有些人說他信耶穌 但是他居然這樣的生活 其實一個人信耶穌而這樣的生命 其實是很慘的 其實神是不喜歡他的 有很多上教堂的人 他們的生命依然是這麼膚淺 這麼熟世 這麼去怨恨人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其實不要覺得他很強勢 其實他們是很慘的 那麼也都是很可惜 有很多人呢 他是沒有受落聖經的教導 也都有時候呢 有些教導是沒有幫他們去拆解 明白 不遙恕人的帶來的後果 和怎樣遙恕人 我們講到遙恕人的秘訣就是呢 看出這個傷害我們的人 其實他都受過很多傷害 所以他控制不了自己 他只能夠去繼續傷害人 我們就不用介意這樣的人了 因為他其實是很慘的 我就會憐憫他了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呢 在心中化解任何一個傷害我們的人 就說不要緊的 其實這個人很慘的 我遙恕他 神就搬起了 而神的角度 全部都是罪人 得到神的赦免的 都是神去感動他們 叫他們呢 去依靠耶穌配改 離開他們的罪 而有很多人呢 離開的罪是不透徹的 那我們 都是連述他 希望呢 有一天感動他們 OK 這個就是我昨天講到 關於 遙恕人那方面的 遙恕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然後我們今天呢 就講到常以神為樂 時事以神為樂 喜樂的心乃是良弱 就是說我們時事去 數算神的恩典 於是我們就充滿喜樂 我們之前講過這麼多點 都是講到個人一路 怎樣處理我們裏面的傷害 然後最後一點呢 就是怎樣能夠 醫治回我們的人 整個人重建 重建 滿有喜樂平安 這個才會帶來正面的醫治 我用一個比喻 這樣講一下 前面各點呢 就好像有個病 有個人有病 那醫生呢 就處理了那個病 的問題 譬如他有癌症 用方法呢 醫好他的癌症 但醫好癌症 不代表他是變成一個健康的人 那最後這一點呢 就幫他變成健康的人了 就是時事以神為樂 當他時事以神為樂 經常感激神 從早到晚都在那裡感激神 愛神的時候呢 神的平安起落就充滿他的心 他就更加徹底得到醫治了 更加開心更加平安 整個人呢 是恢復回神上我們的狀態 去回神上我們的狀態 就是Shalom 是一個完整的生命 平安 是一個完整的生命的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時事都有這種生命 那同時呢 我們時事有這種生命 也都是會幫我們得醫治的 因為還有些地方還未得醫治呢 當我們時事都在那裡 以神為樂 神就會叫我們呢 是更加得醫治 如果有地方還未得醫治的 都更加得醫治 那有些人就說 我怎樣以神為樂呢 我又不覺得神這麼多好處 那我們就要學習去數算神的愛了 那我前幾天都有講到的 那我現在簡單地講 第一就是神創造這麼奇妙 神的愛在創造裏面 顯得這麼奇妙 神創造 不單止創造很多好吃的食物 我們身體奇妙 也都創造我們有人有感情的 讓我們可以享受生命 神也是有感情的 讓我們將來在新天新地 和神一起呢 是永遠都享受和神的關係的 就不只是好像有個好地方那樣的 而是一個可以享受的地方來的 是和呢 和神可以有深的關係 和人也都有深的關係的 將來在新天新地 那這個第一 神的創造 第二是神的拯救 神 我們是罪人 但是神拯救我們 賜給我們這麼大的恩典 那神也都 賜聖靈給我們感動 我們去跟從祂去悔改 離開罪 那神呢 也都是 在我們的生命呢 是重建我們的生命了 讓我們有平安喜樂 還有呢 祂會祝福我們的生命 當我們越聽話的時候呢 越得到祝福 越得到力量 還有神就紀念 我們為神所做一切 神是會今生賞賜 來生賞賜的 那麼 也都聖靈 我們當我們 就算犯了很多罪 聖靈 都繼續感動 我們並沒有丟下我們 那麼這些的 神的恩典 我們經常去想 哇 神真是好 這樣去幫我們 也都包括神保護我們 我們 當次可能呢 都會 受傷啊 或者有生命危險 但是神保護我們 那麼我們就 因為這些一切的事呢 我們時時去數算 紀念神的恩典 我們就歡喜快樂 就開開心心 那麼人呢 一想到神就歡喜 我自己來說 我每次感謝神 我都不需要再去想回 有些什麼事我感謝神 因為我心已經 裝滿了很多的神的恩典 我一想到神 我就想到我很歡喜祂 我想到祂是對我好好的 我就很歡喜祂 我就很喜歡祂 已經是很自動會出的 意念 因為我已經 多次去思想神的美善 叫我能夠時時感恩 那麼也都有一些人 他很難感恩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生命很多苦毒 很多 很多事 很多傷害 無得醫治 他們內心是很擔心 不敢跟人交往 不敢跟人聊天 不敢去關心人 或者是對人的怨恨 對一切他的遭遇的怨恨 就沒有看神的恩典 就看他的困難 當我們只是看困難 是必然是會可以 人老負面的 經常數算不好的地方 一定是會 一定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的 那麼有些人就經常注目在這些地方 他收到任何人的幫助 他就不會是說 哇 你真的好了 你幫我 他是會怎樣呢 他是會說 他會跟那些幫他的人說 你看那些其他人怎樣對我不好 個個對我不好 傷害我 以往怎樣傷害 就沒有說到 眼前這個人在幫他 他就沒有因為這個人而開心 他只是向這個人去訴苦 講回他以往的 他受的傷害 他總是思想裡面 總是時時都想回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所以呢 他跟人關係不好 工作不順利 因為他上班 就是跟人相處很有困難 所以沒有人喜歡跟他相處 這樣很容易老闆就會炒他魷魚 所以他整個生命呢 都是充滿苦毒 他的家人可能又離開他 就是有些人他的生命就是這樣的 很多很多這些苦毒 很多負面 所以他經常都活在負面的裡面 那個人呢 是真的看不到神的恩典 其實他開始數算神的恩典 他的生命就開始改變了 那 時時都 從心靈的深處去感謝神 那這個我發現一個秘訣呢 就是怎樣呢 其中一個方法 這個其中一個方法 從心靈的深處呼叫耶穌 因為聖經我講到用心靈誠實敬拜 心靈包括我們的魂與靈 就是整個魂 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整個思想意志感情 都是深信神是最好的 喜悅神 從心靈的深處呼叫耶穌 多謝耶穌 那我幫助人呢 就是說怎樣呢 好像聲音來自我們的心靈的深處 將苦毒啊 怨恨啊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全部釋放出來 全部放下了 這樣呢 就不介意任何的問題 整個人呢 去歡喜神 去感激神 去喜歡神 這樣的時候呢 就會 在那個心靈呢 就容易有起落流出來 因為那個心的抑鬱的東西 叫了出來 一方面就是那些抑鬱叫出來 另一方面呢 就是那個心靈向著神去呼叫 多謝耶穌 哈利利亞 哈利利亞 一直這樣 整天那個心裡面 思想又充滿對神的感激 那個心靈 從那個心靈發出 用那個聲音幫自己 其實不一定用聲音 只是一個方法幫我們的 我自己來說 我不用一定要這樣呼叫 才能得到喜樂的 就是我一想耶穌呢 喜樂已經湧流了 但是呢 有很多人來說 這個比較難一點點 那就可以用呼叫的方法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就不是說 呼叫是 就好像是必然的 這個不是必然 必然是心靈成神 整個靈與魂去愛慕神 這個是必然的 是我們應該做的 那用聲音呢 只是一個方法去幫我們 用整個心靈 情勢去敬拜 那就整天都想著 神的美善呢 那就會容易得著 喜樂平安了 好 那我現在呢 我就解釋完了 那這一陣子呢 我就交給大家 有什麼問題想問的 大家可以詢問 目前我想分享 就是我 最近 學習這個 《茶經法》那裡 幫得我很大 就是我 早陣子 是分享我教會 有一些 就是不開心的事 但是 就是 我的時刻 想起神 你教導 就是神你懷疑 去幫助我去 試一下 不要緊的 祂當然 傷害我 拿不走我什麼的 祂當然 都是要 祂自己不去 什麼事 就是要 被人家傷害一點 就是都是學習 就是用神的懷疑 祂起落 帶著自己去 時刻捉住神 耶穌是神經裡面 神是很愛我 我是神的寶寶兒女 我就是時刻刻在祂裡面 祂祝福的 我帶領我的前面 我給神 我等於祂祝福我 祂祝福我 我這樣 就是我就是一路一路 現在 就是 釋放了 有九成的了 就是很差一點 很差一點 要試一下 然後我都會想起那些 不開心的東西 自己想到 以前的東西不覺得 以前的東西 好像 他對我不好 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東西 所以我立刻 又想起 耶穌很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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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想起神 這樣一路一路 去釋放 一路一路幫助我 很快就 現在很快就 沒有了 很快就 起落了 就是現在是一路一路都是 我時時刻刻上班都好 就是我現在的份工作 我都是想著上帝一愛 上帝和我同在祝福我 給我一份工作 有這麼好愛的小朋友 一切都是神 你帶來神的愛 神的恩典 就是很感恩 很感恩 我一路一路一靈命 就開始去建立我自己 神被我 我起落平安恩典 是的 好 感謝主 感謝耶穌 非常好 我們希望大家其他都會 想到方法 如何去處理 任何的不好的東西 包括基督徒身上 或者包括教會裡面的 軟弱的地方 我們對教會軟弱 我們有體訊 有接立 但是我們都會找方法去 怎樣幫助教會 使教會有力 還有我就會 時時刻刻跟教會那些 尤其是傷害我 但有些不開心 有什麼問題 我經常跟祈禱 就要求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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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在家裡我就去靖ã activity 去祈禱 去靈受等候神 但是有時候要生活ій我們下來了 我就立刻向他祈禱 祈禱 多數都是在我身邊的人 我就祝福他 聖望他 好的 感謝主 好,感謝主席 其他人有沒有問題關於如何以神為樂 或者你發覺以神為樂的困難 怎樣回應?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感謝主席 過去這幾年,任牧師值得是教育 看這個心的情況如何 可以令到心靈可以得到 這幾年裡面 任牧師身上修了很多 曾經… 你那裡的網絡不穩定 等等 你那個網絡不穩定 你是不是有一個定的地點? 還有很多雜星 還有很多雜星 又站 那你不要在那裡說 因為我們很難聽到 你們下次再分享 那不要緊,留下一次說 對不起,不好意思 多謝二牧師 好,好,祝福你 好,還有沒有人想問問題 或者簡短的分享 如果沒有,你說 是,牧師你好 我是凱然 其實我也想分享 剛才也聽到姐妹說 教會裡面也受過一些傷害 或者一些不開心的經歷 其實我之前也遇過在教會裡面的經歷 就是怎樣來彼此搖述這個位置 就令到我可以重新在神裡面 來得著那份的力量 那我的做法就是當時 雖然坐那個未必完全是自己 但是我就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醫治 那我就慢慢去跟教會那邊來復和 那我復和的方法就是 就是跟他們說回一件事的 就是說回一件事的恩由 和說回我的看法 和說回我的感受 那就是跟他們道歉 這樣 而是就跟教會那邊 都有回一個的復和 雖然我已經是離開了以前那間教會 但是呢 就都很感恩 就是再次回去的時候 或者有些什麼聚會 我都回去的時候 其實我都感覺到 是很有家的感覺 就是都會覺得好像 都是好像彼此之間都是覺得 就是重視我轉了會都好 但是回去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一種愛在裡面 就是大家都是知道 我其實大家都是主來一家 但是我都會去 就是都會去圍著 就是教會的 就是教會的需要 因為我父母都仍然在那邊的時候 那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那我都有去圍著 舊教會 就是圍著以前的教會 來對祷告守望這樣 恩 好 感謝主 就是我們總是會找方法 去化解 就是無論對方有多少錯 我們都盡量化解 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那我們的心就鬆立 那就是主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祈禱 一起祈禱 親人神來到神面前 以神為樂 我們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放下那些重擔煩惱 全個人在興省來到神面前 以神為樂 所算神的恩典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神你真好 神你真好 你真美善 神是最完美的 最慈愛的 我們很多很多的恩典 從你領受 我們可以數算這些恩典 我們想到這些恩典 我們就歡喜快樂 神啊我們成為你的兒女 真是何等大的恩典 何等大的福氣 我們每天都享受你創造的食物 我們感謝你 我們就算呼吸 都覺得舒暢的 覺得舒服的 是神創造的 我們看到這麼美麗的環境 我們多謝你 多謝天父 你做一個美麗的環境給我們 就是人將這個環境破壞 但是神你所創造的 原本是非常之美麗的 也都聖靈呢 在我們心中 不斷的帶領我們 感動我們 我們雖然不聽話的時候 聖靈依然沒有放棄我們 不斷去感動我們 去把我們拉回頭去神那裡 我們多謝你 主啊我們親近你 你一定歡喜 一定親近我們 我們償在你的裏面 你就償在我們裏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你 我們就不能作什麽 必然喜悦我們親近你的 神啊我們這一陣來到你面前 苦福在你面前 敬拜你 讚美你 歡喜你 欣賞你 我們就因你歡欣喜樂 哈利路亞 我們敬拜你 我敬拜你 全能真神 有誰能將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和平官王 我心可得 可無你 我讚美你 你是我的公義 我敬拜你 全能真神 有谁能赞你 何敬拜祢 全能真伤 有谁能赞你 何敬拜祢 和平关王 我心可得看无你 何敬美你 你是我的光业 何敬拜祢 全能真伤 有谁能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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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医治我们 安慰我们 赦免我们 拯救我们 将永生赐给我们 并且祝福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有谁能赞你 那麽大的恩典 那麽大的能力 那麽大的爱 施行在我们身上 主要我们多谢赞美你 求主帮助我们 深信你的大恩大爱 所算你的大恩大爱 我们就欢喜快乐 整天欢喜快乐 神祢真美善 神祢有很多礼物赐给我们 我们就真是全身 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 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去数算你的恩典 我们愿意你的喜乐 充满我们的心 愿意你的爱 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 时时活在神的喜乐 和爱之中 让我们全然的 被你更生改变 神祢真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有神万事足 有耶稣万事足 有耶稣 我们一切的恩典都有 我们就全心感激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我们数算以往 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帮助 我们就多谢你 我们多谢赞美你 哈利路亚 神祢把很多好的东西给我们 很多恩典给我们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全心感激赞美你 耶稣我们多谢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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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想爱你 耶和华喜乐灵 耶和华喜乐灵 现在来充满我 是我令唱出喜乐赞美地 是歌我的口 若不发出喜乐地 是欠音主要欠起石头 来赞美 让赞美的旋律 初后满在我的心 将大胃跳舞弹 赞美着 是命我的心 我的灵 你遥海后来赞美 喜乐有 依告没在我身上 哈哈 耶和华喜乐灵 现在来充满我 是我令 唱出喜乐赞美地 是歌我的口 若不发出喜乐地 是欠音主要欠 欠石头 来赞美 让赞美的旋律 充满在我的心 将大胃跳舞弹 让赞美着 赞美的旋律 我们的心 我们的力 你遥海后来赞美 喜乐有 依告没在我身上 哈哈 耶和华喜乐灵 现在来充满我 时我令 时我令 唱出喜乐赞美地 是歌我的口 若不发出喜乐地 四喜音 主要欠 欠石头 来赞美 哈哈 让赞美的旋律 充满在我的心 将大胃跳舞弹 赞美的旋律 成美 我的心 我的力 你要海后来赞美 喜乐有 依告没在我身上 哈哈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喜乐有 已经依告没在我们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领受神 你的喜乐有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享受你的喜乐 活在你的喜乐之中 哈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神啊 你真的将很多恩典给我们 你圣灵的同在 感动我们 你提升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 赐给我们喜乐 平安力量 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得力了 我们有神的恩典 我们就每天活得开开心心 每天都在神的爱之中 每天都享受神 以神为乐 以神为荣 哈 里路亚 我又 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 祝我 我又 借喜乐 主耶稣 祝我 我又 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 祝我 被世界所知 被世界所能夺 去 哈利路亚 哈哈 我又 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 祝我 我又 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 祝我 哈哈 我又 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 祝我 被世界所知 被世界所能夺 哈利路亚 我又 借力量 主耶稣 祝我 我又 借力量 哈哈 主耶稣 祝我 我 我又 借力量 哈哈 主耶稣 祝我 替世界所知 比世界所能夺 去 哈利路亚 啊 多謝天父,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裡面起落,正經講到中文聖經翻譯 靠主起落,其實原文是在主裡起落 我們rejoice in the Lord,在神裡面開開心心 有神的同在,我們就歡喜快樂 神幫助我們全心全意,感激祢,讚美祢,愛祢 歡喜祢,感激祢,讚美祢,欣賞祢 有神萬事足,有神我們就開心快活 整個人活得開心,就算有人攻擊我們 不要緊的,因為神祢會給我們 我們親近祢,遵從祢,神祢會給我們 我們不需要被人影響 因為傷害我們的人 其實他們都要面對神的懲罰 神的管教 我們就不想得到神的懲罰管教 我們就希望我們的柔和謙卑 可以感動他們,幫助他們回轉 幫助他們善待人 我們願意以善性惡,用善良的心態 善良的行為去改變他們 求主祝福我們,不被人影響 時時放下所有的傷害 所有的煩惱,所有的重膽都放下 所有的不開心放下 讓我們天天活得開心快活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有神萬事足,有神真好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祂幫我們把所有的重膽 好像呼叫出來 哈利路亞,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把所有的煩惱重膽都放下 善良的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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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我深愛祢 主啊 我們深深愛祢 我們感激祢 我們自然就活得喜樂 開心 我們深深的感激祢 全深愛祢 耶穌 我愛祢 我慶拜 祢面前 詹明 我慶拜 阿門 給我 阿力人 阿力人 阿力尉 阿力阿力力尴 阿力尼 他真的很爱你。 主,多谢祢,赞美祢,我们以祢为乐,以祢为荣。 我们欢喜你,我们欣赏你,我们就享受你,我们随时随地,想到神,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得力,我们就活得开心,并且充满神的能力,充满神的喜乐,充满神的动力去祝福更多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充满喜乐之后,我们就去想一下,如何将神你的喜乐,你的爱带给更多人,如何去祝福更多人,在网上可以发出很多的分享,去鼓励人,去祝福人,带领人信耶稣,带领人悔改, 也帮助基督徒,被你更新改变,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其实被神更新改变,都可以成为一队大的军队,但可惜有很多基督徒是很软弱,所以他们不能够发挥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 主求你帮助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发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当我们发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神你就喜欢,神你就更加欣赏和会赏赐,会祝福我们,我们的生命更加提升,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个惧怕的状况,不敢踏出去,求主帮我们踏出去,愿意为神做任何伟大的事, 我们看到的人,我们都可以关心他们,跟他们招呼,跟他们建立关系,去关心他们,我们也是用各样的方法,去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欣赏他们,去提升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知道他是很宝贵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见到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可以去鼓励,去提升的,这个都是给我们,第一就是祝福他们,第二就是操练去祝福人的生命,提升人的生命,然后我们就寻找机会了,有些人我们在我们的邻居,我们住的附近的地方,我们可以跟他们沟通,然后有机会去影响他们,去带领他们信耶稣,也都在网上,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方法,传扬你的恩典,神你是欢喜的,当我们越是奉你, 一个喜乐的心侍奉你,学你的样式这样侍奉你,神你就欢喜,神你就赏赐我们,你就叫我们有更大的喜乐,和平安,和能力,多谢天父,感谢天父,主啊,你一定提升我们的生命的,你一定提升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叫我们成价地的高处,成为神你所使用的基督征兵,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耶稣,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特谢天父,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明,阿门,感谢主。 好,有没有人有任何的? 围 feet,我只是要少少那个 bitter to personal message 我现在在你这样比较自己 engage in the land, 我不敢去相信和放手,去謙卑者在比较的 IDA 香港 相信神是公义身mosn 神真的很好,很感恩,要祝福教会,应该祝福我, 接下來呢,教會呢,我現在的社區在這裡,去騰訪,就是三號,禮拜六,去俗家那些,讀句那些,去傳福音和關愛,透過中主席去送熱病,神很好啊,我目視很好啊,現在,他說, 說,孫真啊,你去那裡,鄰居那裡,有多少都納別託,有多少都什麼,我聽到很多禮物,很豐富啊,今天我聽到很開心啊,很感恩啊,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愛,神的祝福啊,我都相信,我都自然卿卑放手給神來代理,神就是公義的了,帶著我前面,要祝福人,要祝福輪舍, 不斷地去,一一一一夜都有啊,就是恩典了,我兩三天呢,鄰居那些都是想起,就是我都會去打電話給他關心一下他啊,還有跟他喝茶,他說他有一個,我鄰居那個樓上那個,他吸煙的, 那麽他自己呢,就是跟那些獨居的一個人,他差不多這個年紀,他說粗口的,他沒有朋友的,那麽我一陣子呢,我跟了幾乎半年,差不多了,那麽他現在一直相信我啊, 還有呢,看到他那個喜樂啊,還有可以呢,做粗口的事情就不肯說啊,不肯說他自己怎樣啊,現在開始你逐漸逐漸會, 說一些小小的東西呢,那麽我就聽咯,有時跟他祈禱咯,就是我覺得神很好啊,帶著我啊,都是神的愛,神的恩典去, 被我去,有一個能力去愛人啊,是呀,動力去愛人啊,讚美著,榮耀歸著,阿爸父母。 感謝主,當我們踏出去祝福人,這個是最美好的,幫我們踏出去祝福人,好像展妹剛剛分享的,非常好。 OK,好,那麽希望大家都,都嘗試一下,其實每個人都可以的,你有個方法你錄音傳給我,你說我想, 將這個錄音呢,是放上網,那麽你錄音給我呢,我就可以將它整成影片的,那麽就可以呢,去傳給更多人, 那麽大家都可以做的,每個人都去做的時候呢,影響力就會加強了,那麽也都可以,啊,就是在群組裡分享,我們做這些東西之後呢,那個結果啊,或者我們帶來的喜樂平安啊,那麽,那麽,那麽我們其中一個姊妹呢,弄了好幾套的,啊,她的影片,她是直接拍了那個樣子的啦,那麽呢,都,就是,很快呢,都很多人看的, 因爲我都會把你們的影片放在我的,我的YouTube啦,那麽呢,我亦都放在我的Facebook,那麽其他人都可以看到的,那麽這個,那麽會廣闊你們那個領域啊,那麽可以影響更多人,那麽我希望大家都珍惜這些機會,那麽,那麽,那麽其實, 那麽有水啦,有山火啦,那麽就是,那麽以環境來說,那麽這個呢,那麽真是,一年一年下去呢,那麽難以想像,過了十年之後,這個世界會熱成怎樣啊,那麽就會真好似進入聖經所說的,熱死人,那麽現在都有熱死人,那麽現在都有熱死人,那麽將來是會更多人熱死的,那麽有些地方呢,那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啊,那麽有些地方呢,那麽有些地方呢,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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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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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去作美好見證,去影響這個世界 在這個最後的時候去影響更多人去跟從神 我們都需要學習如何站穩 現在我的教導都是幫助大家站穩和幫助人的靈命 我也鼓勵大家幫助人的靈命 第一你可以用文字來分享 在我們的群組裡分享 我現在幫助了誰的靈命 他如何改變 這樣就鼓勵其他人 也可以精簡地去分享 講出我們曾經如何幫助人 然後他如何改變 這也是鼓勵其他人 因為我的訓練的目的 不只是大家查經就算了 查了經之後我們有行動的 有行動活出神的喜樂平安 處理生命 然後發揮生命去祝福更多人 啊 人家 啊 呃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